1月14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奎文出席介绍2018年全年禁出口情况,并答记者问。 李奎文介绍,2018年通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零售禁出口商品总额1347亿元,增长50%,其中出口561.2亿元,增长67%,进口785.8亿元, 增长39.8% 跨境电商一直是海关监管的一个重点领域 另外讲到,大家知道电子商务法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 电子商务法的实施,为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知识产权等方面提供了法律制度 在这其中呢,我们海关总署积极配合商务部,研究制定了过渡期后跨境电商新的监管总体方案 也配套制发了海关总署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禁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业的公告 明确了跨境电子商务监管的适用范围,参与主体责任等要求 包括新增加了一系列新的监管服务措施,进一步规范和强化了跨境电子商务的监管 同时,李奎文在会上分享了一些数据 2018年,通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零售禁出口的商品总额是1347亿元,增长了50% 西东出口561.2亿元,增长了67%,进口785.8亿元,增长了39.8% 李奎文表示,下一步海关总署将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和出口的信息化系统进一步完善 实现对税收管理,额度控制,申报管理等功能的优化升级 进一步满足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业务需要,也更好的服务于广大网民